我们普通人见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时候都会特别激动,奈何大家平常也很少能碰见明星们,不过作为娱乐圈里的演员们可是经常会接触到自己的偶像的,并且激动的合影童话,不知道明星们是不是也跟大家一样会很羞涩不好意思合影呢? 跟着小编来看看吧,最近因为香蜜大热的杨子可是人气特别高涨,不仅成为当红女星中为数不多的实力派,还参加了今年金银女神的角逐,想必大家早就听了杨子的无实物表演和哭戏特别棒,小编看了之后,真的被感染到了,作为如此优秀的一位女演员,杨子更偶像也是一位特别有实力的男演员, 就是小编也很喜欢的彭于艳了,在有一期快本的节目上,杨子就和彭于艳同台了,看到彭于艳的杨子特别激动,还一脸羞涩的连连退步,要知道被粉丝称为小猴子的杨子平常可是特别的会活跃气氛,看到偶像时的杨子真的特别可爱啊,何老师还怂恿杨子,赶紧跟欧小近距离接触,画面也是十分有趣了, 熟悉色色滴滴的粉丝应该都知道,艳阳天喜早前特别喜欢全智龙,因为喜欢跳舞的原因,天喜也特别喜欢韩团,其实娱乐圈里有很多明星都特别的喜欢全智龙,毕竟作为韩国顶级的偶像,大家见到了都特别的激动,有一年湖南台的跨年,就请来了全智龙, 在场的很多明星都特别兴奋,艳阳天喜还跟巧妙的碰到了偶像全智龙,并且把了,招呼,一向高冷的四字弟弟做什么事情都很冷静,本来小编以为见到偶像会很激动,没想到天喜依然特别的镇定,果然大老就是大老啊,不过粉丝们还是拍到了艳阳天喜, 有在私下特别偷笑的一面,果然还是粉丝崇拜爱豆的模样啊,最近正当红的邓伦也是实力,语言之间剧的优质男演员,之前,有网友爆料邓伦在上学的时候被人搞罢,结果他的回答,我这不在石家庄,也是暴露了周二的性格,在综艺上的他也是很棒的他,凭借着性格圈了不少粉丝,有一期节目里,请到了张韶涵, 当时的邓伦特别震惊,见到偶像的那一个模样简直是一个生活中半圈小透明了,在张韶涵唱歌的时候,邓伦一直看着偶像唱歌,但是特别不好意思上前,在被吴磊和何老师推仿着和偶像合影,邓伦还是特别害羞,地牵着张韶涵的手,总之真的特别有趣有偶像,一旁的三十弟弟和张若云,还同手同脚, 拿着手机给邓伦拍照,妥妥的大型追星现场,同为喜欢全智龙的还有baby说起baby,飞起来偶像也是非常疯狂了,不仅在节目中大唱全智龙的歌,看到人行立派要去看看, 在活动上见到之后,更是丝毫无女神形象的蹲在地上狂笑,这举动应该也是没谁了吧,小编觉得原来明星见到自己的偶像跟我们也差不多啊,不过能够见到的机会还是挺多的, 你们是不是也跟小编一样特别期望捡到自己的偶像呢?喜欢的话可以留言